今天我們來到半日遊 去平州 現在上了船 等著開船 我們來到平州 出了碼頭 現在圍著島走一個圈 現在就在維康旁邊 然後我們就會繞一個圈 我們來到平州鄉視委員會 這裡有個路牌 指示我們去哪裡 我們就打算去東灣那裡走一下 我們走去東灣的路上 有很多小店 餐廳 有些地盤在開工 那條路有很多食物 有很多在疏 有很多餐廳 我們就來到永安街的另一邊 就可以去守志山東灣 我們因為宗教理由就不去廟 我們現在就去守志山東灣 因為守志山要繞得太久 所以我們這次就不去守志山了 我們就繞這裡去東灣 去完東灣我們就繞過灣 然後去馬愁就走 我們繞過了一些 好像現在這條路的街 就走到一個街角位 這個街角位可以去守志山 可以去志人街 可以去釣魚弓石 也可以去報仔村 有榮街 有江街 有江街 和泳龍街 這裡其實已經是東灣 這裡有個沙灘 就是東灣 今天我們就絕對不可以下去了 因為情關係 而且天氣較為冷 所以我們就不下沙灘 就在這裡休息一下就走 這裡就是整個東灣的沙灘 其他日我們這次主要來的目的地 就是看這個東灣的沙灘 我們在這裡拍照之後就走 我們就來到東灣的一邊 這邊就有個好像別墅式的建築的屋苑 那裡就是我們每次來平洲都會去的地方 然後繞上山就走出碼頭就走 我們就來到別墅了 這些別墅有些都空了都沒有人住 有些就落了簾 開了窗 這樣就有人住 那我們就沿著這條路走 這堆別墅式建築是有個名的 就叫做雍程海岸 我們就沿著雍程海岸的這一邊 就走回去碼頭 跟著搭船走 在雍程海岸就看到幾個特別的樹葉樹 這些葉子很有趣 有幾棵在這裡 我們走過雍程海岸之後 就來到這裡 就去走這條山路走回去碼頭 我們就走到山路 跟著就走回樓梯級 然後到這條樓梯級 就是去那個平洲碼頭 我們就走回來平洲碼頭 跟著就搭船出回去中環 就回家 我們就來到平洲碼頭裡面 就去了小解 現在就坐在這裡等開船 這套片就拍完了 如果喜歡這套片可以like 或者subscribe我 或者share給朋友 麻煩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你 請問我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